影片開始之前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在過年時期想要換新的iPhone Apple Watch、AirPods Pro 還是新的M1 MacBook跟iPad Air 4這些產品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啦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其實眼尖的觀眾應該有發現我前幾部影片 是我子女跟我講說 他也想要一台iPad Air 4來畫畫 我子女現在是一個小四的學生 那當然以這個階段的學生 一定會對這種電子產品蠻有興趣的 特別是iPad啊 或者是新的iPhone之類的 那如果你是之前有在看我團購影片的觀眾 也會發現其實也是有他在幫忙我去寄東西的 不然我自己一個人要拍影片啊 還有跟觀眾回留言跟剪片等等的 真的是時間不夠啦 所以我才決定呢 好啦就買一台送給他吧 那其實為什麼會選iPad的原因 是因為他真的很喜歡畫畫 你現在畫什麼 他只眼視著頭子 以後還不可don't 畫完了 不,我還只畫畫畫畫 CD 你畫麼,畫很快啊 好臭的豆子哦 他可以在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把一個完整的梅豆子給畫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送禮 ア anche是你自己要買一些比較貴的電子產品 你首要考量到的因素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對你的未來的學習 還有經濟你自己到底有沒有幫助 不然說真的 如果我子女她本身是對畫畫沒有興趣的 買這個東西給她 其實算是會把她寵壞啦 因為一般的小孩拿到這種東西 一定是拿來一直看YouTube影片 或者是拿來打遊戲等等的 那個真的對她沒有任何的幫助 仔細想想 反正未來也是有更多的測試 而且說不定會有更多廠商找我忙 那就買一台送給她囉 這個真的是全新啦 給大家看 這個封條還在的 包含Apple Pencil也是 所以其實今天會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主要的出發點也會根據你每個人的狀況 而我自己有不同的心得跟你分享啦 好啦 那進入正式跟大家討論的片段之前呢 就先來給我的小幫手一個驚喜吧 叫菲菲上來我自己找我一下 喔 好 好 掰掰 這就找你 好 進來喔 欸 你新年要不要紅包 還是不要紅包算了 不要你要紅包要禮物 那你過來過來過來 現在鏡頭在拍 現在鏡頭在拍 過來過來跟大家聊天一下 進來一點啊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你上次說之前想要 對呀 可是我想要拿來自己用 不會 我不要紅包 你不要紅包了 不要 你要這個 那你要答應我 你拿這個東西 你要好好認真畫畫 不要一直拿來玩遊戲 還是看影片 好 然後看影片只能看我的影片 好啦 來 跟我一起開箱吧 有了有了 下來了下來了 哇 最新的最新的 欸 在我頻道開箱產品 就是要大力的吸一下 開箱 欸 很好聞 聞一下 快點 吸一下 好 其實還好 還好 那我 那我自己留起來用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還有 你要畫畫 最重要還是筆啊 它肉 它肉比好 欸 這支筆很貴 你知道這支筆多少錢嗎 你付錢 你就會用嗎 這個就是這樣吸在旁邊 你知道嗎 是的 好 把它裝上去吧 拿著 然後這個筆放這裡 這裡有個筆槽 來 放這裡 好 這廠商贊助的 沒有 謝謝廠商 廠商爸爸謝謝你唷 還有謝謝觀眾啊 有觀眾看我影片 才有錢買東西給你啊 愛你唷 謝謝唷 愛你唷 好 這誰的 這你的了 我的 好 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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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回來 其實為什麼我要買iPad Air 4 給我小學四年級的子女去用 我覺得最大的出發點 就是希望她可以學習 然後好好的畫畫 精進自己 我相信有在看我頻道的人 多半都是個二十幾歲 三十歲 甚至到四十歲左右的這個年紀 大家應該在小時候的時候 都遇到教育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不管你在買 任何新產品的時候 應該都要以學習為目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很簡單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買新的iPhone 如果你的出發點是說 你想要在新的一年 學習怎麼拍新的影片啊 然後你想要學習拍照 經營一下自己 那你換新的iPhone去拍照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你今年開始 你想要學習怎麼剪影片 而不是想拿來打遊戲 那當然你換一台新的筆電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其實不管是買給自己 還是買給自己的家人朋友 甚至小孩 如果今天你的出發點 你只是想要買給他打遊戲 你就買給他新的電腦 那說真的 我覺得這不是在幫助他 你是在害了他 但是呢 如果你買一台新的電腦 給他的同時 又可以鼓勵他去學習新的東西 不管是剪片啊 甚至說他真的就是 為了想要成為一個電競選手 這個我覺得都是值得鼓勵的 所以總結來講 買AirPods Max 好像是最浪費錢的一件事情 我算是想不到這個東西 可以幫助你精進什麼 當然如果你覺得 你拿AirPods Max 可以幫你訓練絕對音感等等的 那你就去買嘛 所以其實這也衍生到一個 我想要跟大家認真聊的問題 新的一年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其實我幫大家有沒有看 我前一陣子發的一部影片 就是我去年轉職 全職YouTuber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我還有更深的體會是說 我覺得現代人啊 剪輯影片 編輯照片 跟經營社群 這個東西應該算是必備的技能了 我們過去在求學時代的時候 學校都會跟你說 你最好要學一個Word 學一個Excel 學一個PowerPoint 這些都是可能未來你在找工作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些技能工具 但是呢 我必須跟大家坦白的講 現在這個時代啊 你光繪這些東西 已經算是不夠有差異化了 你必須還要學習多一個技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有看一些求職網啊 或是說看一些求職的社群論壇等等的 很多公司都會透過置錄一下 說他想要爭什麼美工小編啊 會剪影片的 但是薪水可能開的不怎麼樣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不跟大家扯遠了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企業已經越來越重視 影像剪輯或影像編輯的這個能力 不管你是剪影片 還是不管你是修照片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管你想要當一個全職YouTuber 還是你想要當什麼社群網紅等等的 至少你都還是先把這個技能給學起來 像我以前也是學外文跟國貌出身的 結果我現在卻跑來做影片 你真的不知道未來 你的路會變得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多學一個技能 絕對對你有幫助 當然我不是說不能玩遊戲 不能追劇去放鬆 但是你要想在放鬆之餘呢 該怎麼樣好好的精進自己 我必須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認真的追劇 你真的很想要專心的打遊戲 讓自己變成一個 比較固定時間的上班族 你才能真正的享受到 玩遊戲跟追劇的樂趣 所以呢 新的一年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一個新的產品 來犒賞自己 或者說買給你的子女 親朋好友的話 我覺得還是最推薦你要買電腦 或者說iPad等等的 因為這兩個東西 其實算是最能夠幫助你 學習一個新的技能的 不管你是要學 Premiere Final Cut iMovie 或者說達文西 還是Photoshop AI 等等的這些專業的工具 這兩個產品 我覺得都是最適合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的iPhone 現在你是拿iPhone 6 iPhone 7 可能你已經跑不動了 那你去買iPhone 12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呢 我覺得買了iPhone 12 不要固定 只讓自己在Line Facebook IG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手機真的越來越重視 攝影跟拍照 就是因為現代人 真的越來越多 在從事網路影像的工作 不然前陣子iPhone 13 也不會說要搞到1TB iPhone 12 Pro 也不會支援什麼Pro Roll了嗎 那當然 如果你新的一年 你想要好好精進的是 你的身體狀況 你覺得你過去 可能都上班啊 沒有好好的在意你的身體健康 那買一個Apple Watch 也是滿適合你的 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也是一個影像工作者 或者說你真的要很常聽很多音樂 你也在做一些耳機的互相比較的話 那買它的確也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不管你要買哪一項東西 你都一定要先思考一個重點是 你買它到底要幹嘛 如果你買它真的只是玩手遊啊 追劇 那我必須要講你還是可以買 可是要不要買到那麼的好 這個就有待去思考 那新年一年 也祝大家新的願望都可以完成 然後有一個好的新開始啦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想要對我說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囉 好啦 那這部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影片 別忘了按讚、分享 訂閱、按讚、訂閱、按讚、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